焦点人物还有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先前资助宜兰县蓬莱国小少棒队出国比赛的经费 现在小选手们就要赴美出赛了 他也亲自到学校加油打气 而谈到前一天716凯道游行 没有跟柯文哲碰面 他强调只是想跟柯文哲学习如何讲话 而今天安排宜兰行程 郭董还有密访新议会进行闭门会谈 虽然本人轻描淡写的说 只是来学习请义 但是席间有多位国民党籍的议员 外界也解读相当有霸装意味 与少棒小选手兼并肩围 全权喊声极气 自己资助的宜兰县蓬莱国小少棒队 赴美出赛前夕郭台铭特地来打气 有没有信心 有 我干脆衣服帽子全部都打击点 但是条件就是要中华民国的 请开球 虽然郭董这开球动作稍嫌不那么熟练 但气氛还是相当热络 反观前一天的716开刀游行 与蓝白完全零互动 对我跟他自己讲没什么话好讲 我是看他演讲 因为他是IQ167的人 我IQ只有80不到 如果有柯市长讲话的一半 那年轻人就可能稍微考虑我也是一个人选 想跟柯P学讲话的 恐怕还有在场被台下群众虚 还比斗赞的侯友宜 我没有看到这一段 我本来要翻过那个蓝山 后来不让我翻 他就已经有安全的顾虑 不然我去听听年轻人真正的心声 郭董替小学生们打气之后 立刻赶往南天宫参拜 但接着突然行则秘密行程 驱车前往宜兰县议会举行闭门会议 国民党提名的宜兰县立委参选人黄称廷 就坐在郭台铭旁边 这是我的学习情谊之旅 所以到每个地方去 我一定会走进议会 我现在还会再来 我们还会再来 密访议会还有多位国民党五党籍议员 通通与会 郭台铭接连走进地方 是单纯请义 还是替参选暖身 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接着宜明州宜兰采访报道